在那一天呢 我们为着500个新的得救的灵魂受洗 大概只有1500人得救 那就是以我们的人数 跟那些我们要去拯救的人数来对比的时候呢 我们的人呢 看起来就好像是11个人一样 当我在祷告的时候呢 神感动我说 我需要装备并且要拆派我们的那些初中的学生 去做这个福音工作 当时呢 这个初中的人数呢 大概呢 是1000到2000人而已 所以我就把他们拆出去了 那我就很快的那位置 这一两千人按手祷告 那我的手很快很快的就碰着他们 然后他们就出去了 他们去到每一道门都敲门 带着一个很单纯的心去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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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中有没有一个正在犯罪的年轻人呢 那是很单纯的方式 那这些阿姨呢 就把这些年轻人送出来 那很多呢 就是去到教会之前呢 就已经得罪了 那我在那步道会呢 只是讲了15分钟的道 那我都不需要讲太多呢 因为他们去到步道会 沿路当中都已经信了主了 那我所选的地方是一个最不恰当的地方 那是一个室内体育者馆呢 但是用途呢 是佛教的用途 那在这个地点呢 就是很文明的东西呢 就是一些拜偶像的事 还有淫乱的事情 最糟的事 那就是呢 连公共的巴士呢 都不能够到达的地方 那你要知道呢 在印尼的整个交通系统呢 是不能够跟新加坡相比的 那在这里没驾车也行的 你可以到处都去 到处都能够的 但是在印尼的话 那其实呢 印尼这是很大的一个地方嘛 那好多地方呢 如果你没有自己的车辆的话呢 是很难到达的 那你要怎么把这些年轻人呢 他们多数都没有拥有一辆车的 要怎么去到这个地方呢 你要怎么把他们带到这个场所呢 那有些人跟我讲说 我的判断真是错误的 选择这个地方太不当 那教会呢 真是是做好多的属灵征战 那这些教会跟我讲说 这个地方呢 是属灵的营垒 太黑暗了 那太多的天使 也太多的魔鬼了 那因为我看他们看了 这部英文戏 Tom Hanson 那他说我们需要很多的祷告呢 很多的天使呢 把这些营垒打破的 那并没有来帮助我们 他们就站在远处呢 旁观着 然后在那边说 你肯定不成功的 那更糟的是 他们还以为 他在帮助我们呢 那他们讲话 还以为是代表上帝 跟我们讲话了 那我很简单地跟他们讲 那我说 我对属灵征战的知识 不像你那么多 那我说 你去站在那里吧 那如果我们最终不成功的话 我们也不后悔 因为我们已经尝试了 但是我绝对不会像你一样 站在旁边 只是看着而已 看着 你瞧吧 那我会做事着 那我不但呢 就是要预言 发预言说 印尼的基督教人数 基督徒人数要增加到50% 那所以我不用预言的方式 但是我就去到街道 就是赢得5%的人 那因着我呢 我们这个对印尼 一半个印尼得救的这个梦呢 我能够达到多一点点吧 但是我不怪的嘛 因为最终呢 我们成功了 他们也一样蒙福了 我不会去那边讲 那那些呢 做在属灵的国度里面 做护卫工作的 跟我们去到前线 就是攻击二者的 同样的得到这样的奖赏 那因为呢 我们就是一个肢体 那那些从来 来自别的教会的人 那最终他们也赞美了我们 他们说你们真的做得很棒 那他们赞美了我们之后 他们把我们高举之后 他们又把我们丢下去 他们说你的牧师呢 是疯子 他们先讲说你们做得好棒 然后讲说你的牧师是疯子 然后他们再高举我们 但是呢我们却向你们学习了 那到底你要是什么呢 那我所选择的地方就像 思许约翰选他的地方一样 他并不是找到一个最策略性的地点 那你如果要一个很成功的步道会的话 你必须要找到一个很策略性的地方 那你绝对不会去到一个旷野的地方 然后呢就在那边把你的台架起来 就是在旷野里面 那这个思许约翰好多人都会说 他肯定是失败的 因为他是疯子 但是呢他为这三百万人施洗了 那从来没有一个步道会比这个人数来得多呢 他并没有用新加坡一个最策略地点的迂运馆 那如果说他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话 他也许选的地方就是洛杉矶跟跟拉斯菲格当中 就是旷野的地方 如果今天呢是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话呢 他相信他会拯救许许多多的人 他绝对不会去好莱坞 他是去到旷野的地方 许多的人就涌向前来 所以我选的地方是一个很不适当的地方 那我也选择那些人不会去选择的年轻人 那这个年轻人的资产呢就是他们的精神 而不是他们的钱 那这些教会呢如果是相信或者是发展年轻人的工作的时候呢 就像我们开始年轻人的工作的时候呢 其他人都讲说这个生意一定是失败的 他说因为这个赚不到钱的 对啊年轻人在前面呢就跳乐啦跳舞的 那他们最多呢就是有他们的零用钱 那很多人跟我讲说 你真的要在这年轻人的运动里面吗 那年轻人会懂得花钱 但是他们却没有钱 我跟他们讲说我的神有钱 那我的神爱他们那我也爱他们 那这些年轻人没有钱 那我们需要这城市里面的所有交通工具 那谁要付这些交通费用呢 那我就把这几千个年轻人聚集了 那我说我不是要他们的钱 他如果就是等着口袋空着的 那我还是不够的 那我们这一次的开支呢绝对是不够的 因为我要他们带成千的人来 那我也告诉他们说 不要去到那些有钱人那里跟他讲说 我需要你的钱啊 因为我告诉他们说呢 我的服事里面呢 即使在我的会证当中 我也从来不向他们要钱的 我从来没有向我的会证呢 说需要钱的 我教导他们有关钱 但是我从来没有向他们要钱 那当然当中有很富有的人 而这些人都是我的门徒 那我从来没有向他们说 哎弟兄啊 你需要出钱来支持了 我从来都没有那么做 那我告诉年轻人 我不会那么做 那我说神呢 他会亲自呢 把资源呢 放在这一次的运动 那无论你参与或者不参与 那我也说呢 那些富有的人 有没有参与也没关系 那我跟他们讲 如果我是他们的话 那我绝对不会放 轻易放掉这个机会 祝福上帝的运动 那一天呢 年轻人都把钱呢 都是奉献 你可以想象 你想象啊 你如果租下 在这个新加坡的每一辆巴士 还有每一辆巴士 你需要花多少钱呢 所以我们真的花很多很多的钱 那因为呢 当天呢 九千个人出席了 那我们的会友呢 当时呢 就两千人参与这一次的步道 那那七千人都需要有交通工具 那你要如何呢 从城市的各个区域 把这七千人送到 这个很偏僻的地方 你需要租下所有的交通工具 就在城市里面 那我就教这些 年轻人就奉献了 那我想象了 那真的他们的奉献是不够的 那真的是我们所需要的费用呢 它还差了很多 但是他们都是从心中奉献 他们一边哭泣一边的奉献 他们每一个年轻人呢 每一天都存了一千 一千 음식 一千 Hussein 一千�rove 那 yak 也稍微多 当年轻人开始这样奉献的时候 教会的每一个人都很有感动了 每一个人都一脚 每一天一脚钱 即使富有的人也这样做 非常谦慧 他们开始呢 他们也许有一千万 但是这个一脚钱 他们已经开始重视了 你知道这个每一天的一脚钱 我肚子还有一点饿 所以我的数学也很慢 我会有问题 因为会有产党党党党党党 但你应该有很多空 可能你也应该试试 我会给你更多空 那我们筹到的款项呢 就是十万美金 十万元 就是从一脚钱开始 美金十万元 你看 奇妙吧 我们真的是好兴奋啊 当时我们想说 我们为什么不要租一些飞机呢 只为何去租巴士 那我们没那么做呢 因为那个地方根本没有一个机场 你看 我没有要他们的钱 但是呢 神很奇妙地动工了 我们教会的十一奉献 那在那个时候呢 就是提升到最高点了 那那个不是爱心的奉献 是我们的十一奉献 那无论是在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状况 十一奉献呢 是每一个人的立场的收入 那当教会十一奉献提高的时候 那就是有两个意思 第一 那教会的人数增长 还有他们呢 愿意顺服神的心也增加了 那我教会的人更多了 那教会也有更多的人呢 明白什么叫做十一奉献 第二个意思呢 那这个教会的增长呢 不是以人数在增长 而是神呢 把他的祝福呢 更大的充满在这个教会里 那可能的意思呢 就是呢 一个原本每一年 每个月的收入是两千块的 就变成两万块的收入 那这一切呢 都是因从年轻人开始的 那因为神呢 要祝福那个年轻人 祂是借着这些成年人呢 来祝福他们了 不单是成年人类 那今天呢 许多的年轻人呢 在那个当地呢 也成为很成功的人士了 神呢 拯救他们的时候呢 借着我们的教会呢 是当他们还是在学校的时候 那现在他们是 很成功的 这个产业经济了 那有一些人呢 现在是很成功的医生了 那还有很成功的艺人 不单是年轻人 成年人 成年人的生意 也一样的功夫 那那些教会呢 过去呢 曾经建议说呢 我不应该做年轻人的工作 因为年轻人 没有给教会收入 他们再次的 回来跟我谈话了 他们说 怎么样的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那样呢 那是谁做的这件事呢 我说本来开始是年轻人 怎么样 他们没钱嘛 你是不是把他们 卖到做奴隶的呢 你是不是叫他们 为教会工作呢 给他们钱吗 我说没有 我从来没有这么做 那我就是教他们 要在小市上中心 就像那一脚钱 那一脚钱 你就能够做这样 因为当时呢 在试水的 所有的交通工具 都用齐了 一脚钱就能够 做这样大的事呢 那一脚钱 使到我的教会 今天更加富有了 你真是疯了 我说没关系 那我疯了 但是呢 你却混乱了 那我疯了 但是我很喜乐 但是你混乱 但是你却忧伤了 对年轻人 没有给我们收入 但是呢 他们却产生了 给教会极大的祝福 因着他们 教会的蒙福了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你知道我的教会 会把他的整个房子 都奉献 那我是他们的牧师 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好感动 那我同时 我喜乐 我另外也忧伤 那因着他们的顺服 我很喜乐 那我又伤呢 因为我 我就是 有一点感触 那我真的没法想象呢 我的儿子呢 Jeremy 有一天会把房子也奉取 那如果我把我的会众 当成是东西 我能够去 就是 去用他们 但是 我如果把我的会众 当成我的儿子 我的孩子的话 我就有感触了 那每一次呢 我的会友呢 来跟我讲说 牧师啊 我要把这些东西奉献奉献 因为这是我们 主要做牺牲 那我的回应都是这样 我说 做牧师的时候 我会很 我会接纳 但是 因着我是你的属灵的父亲 我会说 你要不要再考虑一次呢 很多牧师会讲说 你真笨 怎么说 但是因为爱 所以我笨了一点 又怎么样 那我总会跟他们讲说 你再一次的考虑吧 那有一些奉献我说 我不要 我不要 那我说 你要把这个钱 用在你的孩子的未来 那在我面前 他们就会哭了 我从来没有像你这样的牧师 因为他过去呢 住在外地 那我也哭了 我哭的时候 我很喜乐 因为你没奉献 但是我同时也觉得 你没奉献 我也少了一些的东西 那因为我的教会 现在呢 要建立一个大学 我们要建医院 那我们有很多事工要做 那有人建议说 我们应该去美国 去那边筹款 那在美国的一些机构呢 他们有很多的资源呢 就是要帮助一些 第三世界的国家 我说绝对不会 我说我不要从我的会众当中呢 夺取了上帝的祝福 这是我们的意向 所以我们要亲自的来支持这个意向 那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 你要去喂养他们 不要叫他们回去 去找东西吃的 那我说 神会使我的会众呢 都有钱 但是这个呢 绝对不是因着操纵而得来的 这个富有呢 就是先从我跟会众的爱开始的 那我的会众呢 知道他的牧师 非常非常非常的爱他们 那我也知道 我的会众呢 爱我 那使得我很难在我的教会当牧师 每一个奉献 我都喜乐 也同时为他们的忧伤 那这样的一个步道会呢 就是以一脚前开始来做的 好奇妙对吗 好 派掌把荣耀归给神吧 那我跟我教会的财政 就是交谈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会友呢 都是在教会里面注册的 那我发现呢 我发现呢 这些把房子奉献的人 他们都是打工的人 他们不是那些很大富有的人 他们都是打工的 你知道我怎么知道 因为我们教会的这个会员记录里面呢 我可以查到 那因为我们会有很多很多人 所以我们用电脑来把这些资料 档案放进去 那我也知道 另外一方面是 当我教他们跟我一起去宣教的时候 他们说我不能够去 因为我不能够申请假期 那我觉得 这好像有点矛盾 因为他看起来好像很富有 因为他把房子都奉献给教会 那我去看了他的档案的时候呢 他只是一个把工的人 然后我哭了 那我就哭了 那我真的很荣幸能够在这个教会中 是一个华人的教会 那华人的教会要与众不同的 那不要跟教会竞争 就是以我们的节目来竞争 那人数不是第一个重要的点 那品格才最重要 那品格是使到一个人与众 如果你把一个针刺在我的手上 或者在我的身上 血会流出来的 因为我是一个人 那我不是从外星而来的 那因为他们看着我的事工呢 他们都 台湾人都说 那我不是在地球的人 是外星人来的 那也许我跟别人不一样 那我的想法跟很多人都不一样 那我的原则也不一样 如果你还没有拥有我的 还没有买到这本书 那我要你明白的就是呢 圣灵在我生命中所放下的原则 是很刚强的 这本书 谁还没有买的 举起手 如果还没有买到 我们有多少本 这本书呢 你走过的时候 你一定会看到 因为你看到黄飞鸿的脸 还有周润发的 一定要买这本书啊 那这本书呢 我并没有赚取任何的费用 那一脚钱我都没有收到 那在台湾每一次再版都卖光 在印尼也一样的 那所以今天早上你最好是买一下 因为不然的话 今天晚上呢 我会请人去买的 所以你把针吃在我的手上的时候 血会流出来的 那你会很惊讶我的血是蓝色的 那因为耶稣的血进入了我的血液的时候呢 蓝色跟黄色混淆的时候 就变成青色 蓝色和红色 黄跟红呢 孩子们什么颜色 橙色 红加红呢 但是超自然的时候呢 就蓝色 那当耶稣的血进入你里面的时候 你里面就要不一样了 你必须要有一个不一样的品格 一个不一样的品格 那你的品格呢 要使人很惊讶 在你这个品格里面 就有圣灵所给你的原则 当你有这个品格的时候 那朋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就会说 你真的是外星人 因为你实在很不一样 我朋友啊 那华人教会必须要与众不同 就从里面不一样 不是从人数来看 不是从你们的节目 那如果教会 教堂很美观呢 但是会友呢 都没什么的话 那你只要给我11个呢 很有品格的人呢 我就能够在当地的建立一个 最大的教会 真的 那两千人呢 从两千人呢 我们带了十千人 去到一个旷野荒凉的地方 那是在魔鬼的地方 给我11个就够了 那就是以耶稣的血洗净了 从里面就是不一样的一个人 那我无论他们口中讲什么语言 英语华语什么都行了 那即使给我呢哑巴 我会使他的嘴打开的 奉耶稣的名他要讲话 他如果从出生以来就是哑巴 那也是耳聋的 那可能肯定他讲不了英语 也讲不了华语 那如果人给他开口的话 他会 不不不不不不 神也能够使用这个人 我可以使用这个人 因为神呢 在婴孩的口中呢 就是能够使他 要讲出的话 能够使敌人羞愧的 所以华人教会 你必须要从里面呢 就是与众不同的 品格 拿起针来 然后呢吃你旁边的人吧 如果他的血不是蓝色的话呢 现在就为他做一个悔改的祷告吧 华人教会啊 你必须要与众不同 别人要看到的是你的品格 那这个品格能够带你去到四处 那我的事工呢 不是在恩膏上面给人家知道 如果你是以我呢 跟外国啦 美国的讲员比较的话呢 或者是你如果唱不到 我里面的这个品格的话 那我真的不想做下去 那不是真正的团契的 那只是一个演出而已 那只是在台上的演出 你要抓到的是我的原则 这个大会里面你要学习的 那我知道坦白的说呢 跟我这样的 有这种恩膏尘次的 这个牧者呢 是很多位的 你一样的可以邀请 其他的有恩膏的讲院 那有一些呢 可能很少许的 会比我的恩膏来得更强 真的 但是为什么现在我就在你当中 那因为呢 你的灵里面呢 要抓到的是 从我这里 主要发出的一些重要的原则 如果你只是看到 我身上的恩膏的话 那你错失了很多了 那你需要抓到的是我的原则 因为我相信 我今天在新加坡 乃是因为新加坡 需要我的这个恩膏原则 那我需要你 因为呢 我爱你 那我常常跟我的孩子 讲说 爸爸爱你 因为爸爸需要你 如果没有你的话呢 我的生活是不一样的 我今天在新加坡呢 那意思就是 在这个时期 新加坡需要我在当中 那我的这本书里面 其中的一个原则是呢 我要在结婚之前 我只要跟一个人 那我也是我的太太的第一个 跟最后一个男朋友 那我的嘴唇 从来没有跟其他的女人 她的嘴唇也没有为这 我是一个男子啊 看